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社会上有人说香港要有六成人住在公园房屋 我想问一问特首你对这个看法有什么意见 会不会有人搞错了概念把六成四成误解为 香港若干年后有六成人住公园房屋 四成人住私园房屋 如果我们将来经这十年这46万个单位 全部都变成公园房屋 我们都做不到六成人住公园房屋 将私营房屋土地的公用量变为零 那个客观效果就一定是私营房屋 和私营房屋用的土地的价格飙升 我觉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是对香港的大不幸 我们有这么多新的策略 在一个长远的房屋和土地计划中 也都很高兴 会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 但也都会带来就是劳工的问题 建造业劳工短缺的问题 如果用英文来说 它是 the mother of all shortages 建造业的劳工短缺 造成我们有土地 有需要 政府也都有资金经费 而没有人去建房屋 令到我们有大批的基层市民 上不了楼 中产市民买不了楼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 都有这样的需要 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比如说建造业劳工 不会影响到当地劳工的权益 福利收入等等 这些全部是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特区政府和我本人 很希望在资方和劳方两方面 能够做多一些协调的工作